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有计划了 但他没去做就产生那种 哎呀 我怎么都没有去做我的计划 工作也是 你可能要来想一想 计划是很完美啊 但是 你喜欢去爬山吗 我也计划要去爬山啊 但计划了三年 我只爬得动枕头山 每次都爬不起来啊 说穿了 就是我不喜欢爬山 就这件事情不是我喜欢的啦 你们得找到你们喜欢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要是你喜欢的 好不好 那卡莎就来为大家 推动一下你们的行动力 推动一下你们的执行力 因为你们都很棒 只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 都可以成功成为人生的佼佼者 那么为什么你那么没有行动力 你那些计划你都没有执行呢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自责 今天重新出发 指引 一二三四 你选几呢 我选四 选四的同学 选四的同学呢 这张牌叫做顺着流走 你可能有很远大的计划 平常他没有说不代表没有 他有很远大的理想 但是要去到那个理想嘛 有一点远 有一点曲折 有一点迂回 那又怎么样呢 只要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 你就不会放弃 一不顺就不想做的事情 都不是你喜欢的 那不要做也就算了 有可能哦 你还在寻寻秘密 在寻找人生真正的方向 肯定会找到自己喜欢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三 这张牌叫做天赋 你们要去找一个自己的专业跟技术 佼佼者 都来自于你在某方面 你的技术很好 那你常常啊 就会感叹 我什么都不会 我也不会弹钢琴 我也不会弹鼓琴 我也不会唱歌 我也不会跳舞 请你今天就开始学 好不好 你所喜欢的事情 要透过学 学出一个专业能力技术来 你就会每一次你的计划都会实行 否则的话 你会成为在生活工作上非常被动的人 你一定会学到一个很喜欢的 然后你把它学成专业 你就是最厉害的人 不要等别人计划 你每天都在做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V的同学 这张牌叫做 幸福的形状 其实 幸福的形状的这种人 也没什么计划 而你的人生就是 没什么目标 没有计划 没有目标 当然 也没有行动力啊 当然也不用去执行什么啊 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的日子还不错 你在一个舒适区 要不要去做那些 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吧 那其实最大的根源 一样仍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事情 你才有可能在人生有目标 有计划 否则 恭喜你 你的日子过得很舒爽啊 吃得好 睡得饱 其实也可以啦 一个人不见得要成为那种 行动力很强啊 然后计划很多啊 执行力很强的人啊 可是你们每天 还是会胡思乱想哦 我要不要做点什么 这是你们自己心里面想的哦 不是说有人要逼你做什么 既然你会这么想 就代表你可能还在找 你到底喜欢什么 不要吧 找一个东西变成想 真的要去找啊 做做那个 做做那个 学学裁缝 学学烹饪 学学烤蛋糕 做蛋糕 都可以 可能很多人说 你干嘛学那么多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没有耶 玩意不知道我们喜欢什么 即便我们都四五十岁了 再来选找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是很重要的 一切都是值得的 加油哦 既然日子过得那么舒服 那你一定很有时间跟空间 好好学习各个事物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二的同学 这张牌叫做苏格拉底 我相信你已经找到 你喜欢的事情 又或者呢 你在你的职场 你是非常喜欢你的工作的 那这个阶段啦 你还在学习 你内心的焦虑 不是说你不能执行你的计划 有时候计划 赶不上变化 你对成果太着急了 急于求成 啊怎么还没有成功 怎么还没有结果 啊怎么还没有考上 啊怎么还没有得到 这方面有很多的情绪焦虑而已 成果自然会来 钱自然会赚到 学习的过程最重要 这就是你所处的阶段 不要过度的装急 事情不会因为你很急 而变得更快 每一个人只要找到 自己喜欢的事情哦 就能够成功 有那份喜爱 对我的工作的喜爱 对我的生活方式的喜爱 所以从早做到晚很开心 说的计划啦 就会非常的顺流 加油GOGO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都能够成功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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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